而在今年如果你参加台北市的元旦升旗的话 可以拿到一个礼物就是国旗围巾 那么今年的这个国旗 明年的国旗围巾呢 同样是委托2009年生产国旗围巾 而一炮而红的这家常商 业者说2009年的这个围巾 在马总统披着亮相之后呢 哇不得了卖的吓吓狗 那么半年之内卖出了15000多条 而明年的设计更活泼 相信销路更好 他已经准备要数钞票了 左边披着2009右边披着2010 围巾工厂老板喜滋滋的介绍 金基姆国旗围巾 7年的总统府比较大 今年的总统府这个比较小一点 不同于2009年的国旗围巾 2011年的围巾设计更为活泼大版 总统府变小了白色色块加大 让大家围围巾爱国不会那么沉重啊 经常会说要再改新的 比较有创意 昭华这间围巾工厂 去年首度接了国企围巾订单 去年元旦总统马英九 披着亮相让不少人惊艳 一条零售价200元 直到5月前就卖了15000多条 业绩好的下下轿 现在工厂的存货只剩下桌子上的这几条 至于2010年呢 业者仍获得授权可以开卖 但价格也因为这次的图案之法 比较复杂会涨价 一点点 总共生产9999条 那他有授权给我们 有有有 那他有授权给我们 不过马总统执政 民调不像国企围巾开卖时这么高人气 会不会担心影响国企围巾的销售量呢 业者很低调 说爱国不分党派 加上国企围巾底色大红色很喜气 围着过新年求好彩头 也是不错的选择 专讯员陈梦辉张华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